能吃又能跑的机器人你想拥有吗 这是美国一项奇葩比赛 八组甜品师和工程师合作 把蛋糕做成了实用工具 只要通过安全性能测试 且蛋糕吃起来美味 他们就能成功晋级 而冠军组可获得10万美金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造出一台机器人 还是能跑能动能拐弯的那种 选手们只知道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通过一条赛道 但没人知道赛道长什么样 所以做出来的功能当然是越全面越好 制作进行到一半时 上一轮的冠军直接组合获得特殊权利 提前查看了赛道 这样可以及时调整方案 其他选手满眼羡慕嫉妒恨 这是多大的优势呀 手忙脚乱的制作时间结束 大家终于见到了赛道真面目 糖果杖弯道糖果山 当然这个糖果山有点不一般 接着是棉花糖跑道 巧克力摇摆锤 还有一座小拱桥 看起来笑模像样 机器人考验正式开始 一轮出战的是印度小歌组 他们的设计是大蝎子 零部件上的保护壳 是用风鲤皮烤干后制作的 背上的椰子壳 则用来保护甜甜 最有亮点的地方是甜甜的承载体 虽然有点丑不见 但它是用小小软糖和巧克力融化制成 是一种类似树脂的可食用材料 可以说非常创新 而工程师小哥也把机器人的重心压得很低 这是被上一轮违京船的失败吓怕了 挑战正式开始 蝎子的开场很顺利 它脑袋灵活的转动转弯 然后右边的履带竟然脱落了 好在没影响走路 只是在棉花糖跑道这里 轮子毫不意外的被卡住了 就在大家紧张的惊呼时 蝎子却顽强的挺了过来 最终在计时仅剩两秒的时候 压表冲过终点线 这一波实在惊险 但这至少也证明 蝎子的力量和结构是真的强 不然不可能在零件散落的情况下 还能顺利完成挑战 椰壳里的甜点被端上评委席 这是用椰子薄萃做成了小蝎子蛋 里面还有椰子莱姆果冻 可爱的设计让评委们非常惊喜 除了蛋壳表皮 有些韧 口味什么的都很完美 第二组登场的是蓝底组 也就是上一轮的从去小踩船 他们这次制作的机器人叫猫王号 整体是点上机的外形 看起来非常复古 猫王号的前三观都非常顺利 只是在巧克力摆锤这里 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 然后就一蹶不振 直到倒计时结束也没再动过 可惜了里面的巧克力小蛋糕 因为评委们尝过后都觉得无可挑剔 下一组登场的是 名字里面都有泥的双泥组合 这彩色的小马机器人名叫夏年华 它的表面材质全是可使用的微化纸 整个身体则是调温巧克力 江金华的起步非常顺利 但走到第二观的时候 它的齿轮就卡壳了 直到时间结束也没动弹 工程师选用了三角形的轮胎 这显然不是明智的决定 马达很容易空转 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字里 都有NAT的双NAT组合 它们的机器人是外形机器人 看着外表 确实不像地球物种 整体是用翻糖棉花糖等制成 最有创意的部分是可使用素合版 这是用压碎的方便面和巧克力制作 硬度堪比水泥 可这个工程师不太靠谱 它本身就是这里年纪最小的 经验严重不足 设计的时候根本不知道 怎么让它转弯 于是比赛时就厚着脸皮作弊 每次都手动转向 甚至手动把它抱上了斜坡 看得评委们一阵无语 不过机器人还是卡在了棉花糖这里 所以依旧没成功 第五位登场的穿着亮眼成围裙 也就是上一轮里的猪队友工程师 很显然他的水平非常稳定 因为他们的糖果工厂机器人 卡在了起跑线 卡了整整五分钟 他计算错了负重上限 导致机器人寸步难行 下一个挑战的是螺丝派机器人 由于头重脚轻 在第二关下坡时 他就一头栽了下去 这种情况大概也很难挽回了 紧随其后的榴弹炮机器人 也步入了他的后尘 下坡时直接侧翻 而且摔得四分五裂 因为是用松柄制作的外壳 所以他的结构并不牢固 最后登场的 获得外挂的上轮冠军 子杰组合 他们的机器人是小西瓜 上面的装饰 混合了模型巧克力 翻糖 还有麦芽糖等 西瓜肚子里放的是电子器材 和甜点 看起来非常可爱 可能是因为提前看过赛道 小西瓜一路都很顺利 过棉花糖赛道 也不费吹灰之力 在巧克力摆锤这关 他不慎被击中了尾巴 但并没有受到影响 冲过终点时 还提前了两分二十七秒 打开小西瓜的心脏 心形的甜点泡芙 也显露出来 粉色的泡芙饼干里 一边是草莓西瓜奶油 一边是罗勒味奶油 可以说色香味俱全 但是因为放西瓜里太久 所以底部有点浸湿了 稍微影响口感 他们的机器人 倒是各方面都完美 兼具强度 速度和敏捷性 只是评委提出了更高标准 西瓜人的头部和身体 是用麻绳固定的 他们其实应该找 更好的可使用材料 本轮比赛全部结束 这次被淘汰的是双大组 手动破坏规则的工程师 大概是主要原因 至于两次翻车的成姐 则凭借甜品大师的 高超烹饪技术 幸运夺过 队友成妹真的要加油了呀 本轮冠军依旧是 子姐组合 大胆预测个总冠军 输了当我没说 我是拉环 关注一件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 人生百态 码预测